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我比较开心 那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要来带来的这个小零食呢 就是在韩国非常好吃 又有一点甜甜蜜蜜的 就是我们的巧克力派啦 那巧克力派呢 可以说是韩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零食啦 那今天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的 一个是原味 一个是最近新推出的香蕉口味 那我们今天先来尝一尝这个原味吧 那因为天鹰啊 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巧克力口味的东西 所以啊 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应该都是非常好吃的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 好激动 嗯 好香哦 有一股就是很浓的巧克力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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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看它现在啊 里面就是有两层 一层奶油还有蛋糕这样子 非常好吃 就是 虽然巧克力派的味道都差不多啦 不过 真的我觉得就是味道很浓 很香 嗯 我们就还想再吃一口 偷吃 好吃 那吃完我们这个原味呢 天鹰现在很期待这个香蕉口味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吃 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好 我们现在把它拆开 黄色的好可爱哦 当当当当当 里面也是长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好 它里面也是长一样巧克力派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嗯 非常香的那个香蕉味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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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跟一般的这个原味有一点差 它的口感会比较更细腻一点 然后 柔骨很香的香蕉味 嗯 我觉得喜欢喝香蕉牛奶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再吃一口 嗯 嗯 真的有很浓的香蕉味诶 我觉得跟牛奶搭配起来应该会非常好吃 哦 天音现在真的是一本满足 一大清早就开始吃这么好吃的巧克力派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眼馋呢 那天音在这边啊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吃巧克力派的小技巧 因为现在天真的很热啊 所以我都会把这个巧克力派冰在冰箱里面 吃的时候就会冰冰凉凉的又很有口感 就像吃巧克力派的那个冰淇淋一样 所以喜欢的朋友们一定要试试看哦 那今天天音的吃货放送呢 就到这边啦 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接下来的新闻哦 那今天啊 天音首先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新闻啊 是关于JYJ的朴友天 那朴友天呢 17日上午啊 注册了自己的SNS账号 并且发文啊 向粉丝们感到了抱歉 那这之后呢就有人报道指出啊 这个道歉文是在KTV里面发布的 这一时啊就引起了网上的一片争议 之后啊 朴友天的未婚妻黄和娜也是在SNS上表示啊 请大家不要再继续伤害朴友天了 这个事件啊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过啊天音觉得我们的朴友天啊一定会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大家的面前的 希望啊我们的粉丝们可以给予力量哦 相信你们的欧巴一定会好好回来的 那不知道有没有人和天音一样喜欢看警匪片呢 那最近啊即将要上映的青年警察中担当主演的江和娜 在19日表示啊 他即将在9月11日入伍了 并且啊他说他不会参加OCN的《坏家伙们2》的拍摄 这对啊对续集非常期待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惋惜 天哪又一个欧巴要去当兵了 我真的是觉得啊韩国的这个兵役啊不知道抹杀了多少少女们的心啊 不过啊在天音看过了青年警察的剧照之后啊 我真的是非常期待江和娜穿上军装的那一天 一定很帅 那今天天音呢最后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闻啊是有关我们的太阳 那之前啊天音也跟大家分享过太阳将在今年夏天发表自己的solo专辑 不过啊夏天都过去了一半了 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等不及了呢 那YG最近表示啊太阳的专辑正在如火如荼的制作之中 并且这次啊会推出两首主打歌曲 而且MV呢也会和最新的导演进行合作 太阳这次啊也是卯足了全力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那我们的小仙女们不要着急再稍微的等一等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要结束了 现在啊韩国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很热又很闷一会儿下雨啊一会儿又开太阳 所以啊出门的小仙女们啊不仅要做好防晒工作 也要记得带好雨伞哦 那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吃着好吃的巧克力派度过美好的一天 那这里是TEN ASIA 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咯 拜拜